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读书时间 我们今天继续读超越原生家庭 事例 鲍里斯家里有一位被大家疏远的成员 家里的其他人都说他疯癫古怪 他们告诉鲍里斯不要跟他说话 他只会胡言乱语 离他远一点 但鲍里斯还是和他联系了 并且发现他其实神智正常 尽管有时的确有点古怪 他对家族历史和相关问题的看法 与其他家庭成员截然不同 这正是导致他被孤立的原因 却有助于鲍里斯解开家族中存在的一些扑朔迷离的问题 单看家谱中的姓名 日期和渊源 并没有什么特别神奇之处 也不会对整个家庭带来任何改变 但是上述步骤会在三个方面为你提供帮助 首先他能帮助你发现并确认谁才是你的家人 其次他可以让你在不知不觉中 补上那些对你和其他家庭成员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和世界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 他可以让你与其他家庭 其他成员以一种温和的不那么刺激的方式进行互动 这为你和其他家庭成员提供了积极互动的机会 并将他们带入到这项疗法中 并将他们带入到这项疗法中来 你向他们寻求帮助 向他们征求知识和信息 这通常会在他们心中营造出温暖积极的情感 而且他们也乐于被问及自己的经历 完善家谱图的目的是在整个大家族范围内 尽可能的搜集每个核心小家庭中各位成员的信息 你要努力弄清楚谁生活的比较好 谁生活的不好 家庭成员之间如何相互影响 以及各位成员之间关系的性质是怎样的 这部分工作可能会持续数年 你关注的重点应该放在自己的三代 在纸细亲属中 但是随着你对整个家族体系的了解不断深入 这项工作也会不断拓展 以下的训练任务也许会对你有所帮助 好 三分钟时间到了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读书时间 我们下次再见 bye